我们刚刚看到这一群的高中生 正是感受到他们的青春活力 年轻太好了 年轻的岁月实在是一段非常宝贵的时光 是青春的岁月也充满了对未来许多的未知 还有对人生许多的疑惑 年轻的时光 有许多的青年人在历世历代以来 他们就一直在问 人活在地上 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有许多的青年人一直盼望 可不能够知道生命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在我们念书的过程中 在校园里我们也遇见一般基督徒的同学 向我们说到这一位主耶稣基督 这一位基督到底是谁呢 这许多的问号 作为一般的基督徒 今天我们在这里实在能够向各位做一个见证 圣经这本书实在是能够指引我们来追求生命的价值 探索基督的宝贵 在人群社会中 圣经是一本宝贵的书 在世上所有的书籍当中 圣经占有非常特别的地位 圣经实在是一本非常古特的书 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成说 神赐给人类最大的礼物 乃是圣经 就是读一切的美善 皆由此书传给了我们 圣经这一本书 乃是在地上最广泛被人所阅读的一本书 现在已经翻译成各种的语言 远超过世上一切的书籍 每当人们遇见了患难 遇见了彷徨就纷纷地转向圣经这本书 圣经能带给在患难中的人鼓励 圣经能给灰心的人安慰 圣经能给无望的人带来人生的抗望 这一本的圣经也能够带给我们 取许多多 关乎人生方向的指引 圣经这个词 它是源自希腊文 它意思就是说到那书 圣经乃是书中之书 圣经是一本独一的书 它是在东西方一切经典中最高的一本书 法国文豪余国曾经说过 英国有两本书 圣经和沙士比亚 英国创造了沙士比亚 但圣经创造了英国 圣经这本书实在是非常的独特 圣经之所以远超过东西方一切的经典 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 圣经在记录上是最高的 第二 圣经在智慧和声道上是最高的 第三 圣经在伦理道德上是最高的 第四 圣经对整个人类的影响上也是最高的 所有好好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 在这一个世上才没有一本书像圣经这样的权备 像圣经这样的确定 在这一个世上也没有一本书的内容 能够像圣经的内容一样 那样的正直 那样的清洁 那样的真实 凡是圣经中所记载的一切的事物 不论是关乎神的事 或是人的事 不论是论到天地的来历 或是万物的归宿 不论是说到人生的意义 或是说到我们做人的本分 不论是说到今生的事 或是说到来世的事 圣经都非常详绝地记载 这一切与人有关的事 所以圣经在记载上实在是又全备又确定 并且我们一读圣经就发现圣经里面的内容 它在用意上毫不弯曲 圣经在信质上全部误会 圣经它在记载上 哪一个理论也绝不虚减 圣经实在是一本正直清洁又真实的书 亲爱的朋友们 这一本书实在是带给人许多的益处 并且圣经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圣经中所记载 每一句神的话都是带上能力的 往往圣经中的一句话 就叫一个罪恶生重的人 能够悔改来相信 许多的基督徒也能够做这样的见证 常常圣经中底头一句神的话 就影响了我们整个的人生 圣经这本书里面所说的每句话 实在是满带着神的能力 曾经有一个白人 他到非洲那一个地方去经商 他到达那一个地方就看见一个黑人 是当地的土著 他正坐在树底下 在阅读这一本圣经 这一位白人就带着 讥笑的口吻 对这一位黑人说 哈哈 这一本的圣经 你所阅读的 在我们的国家 早已经落伍了 没有任何的价值 但是这一位黑人 他就抬起头来 望望这一位白人 就对他说 你说这一本的圣经 没有价值 这一个黑人 一面说 一面指着自己的肚子说 你知道吗 若是这一本的圣经 没有价值 而我不是正在阅读圣经中 神的话 作为我的食物 恐怕你就 跑到我的肚子里面 成为我的食物了 因为当地的土著 他们最喜欢的 就是吃这个白人的肉 一看到白人 就滴下口水 但是这一本的圣经 实在是带给人 有太大的影响 他能够改变一个人 有一位非常爱主的基督徒 他名字叫做 弥陀生 弥陀生弟兄 他论到这一本的圣经 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 罪叫我们不读这书 读这书 能叫我们不犯罪 圣经实在是带着神的能力 在人类历史引开 历史已经做一个证明 哪里圣经被遵从 那里的社会 那里的国家 就能够得蒙保守 所有亲爱的朋友们 和弟兄姊妹 圣经能改变